嗨,你好,我是野兮,花蕊蕊,希望的兮。今天,你还好吗?我在北京,祝你晚安。 最近我看到这样一段话,觉得讲到了心里。说,你知道什么叫多余吗?冬天的风扇,夏天的羽绒服,还有随意伤到亲近人之后的道歉。 也是长大以后才明白,原来爱了很久的人和很好的朋友,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疏忽,不小心走散,就可能真的一辈子都见不到了。 在韩剧《我亲爱的朋友们》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,连过古希的金牙奶奶和丈夫过了几十年,育有三个女儿,生活平凡却也可贵。 虽然平时被丈夫苛责,女儿们也因为有各自的人生,对她关照不够。 但这样的生活对于金牙奶奶来说,好像在正常不过。 直到有一天,她突然说要和丈夫离婚,自己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,从家里搬了出去,锅上了可以随时睡懒觉,喝酒,吃泡菜的小日子。 她放下了丈夫的饮食起居,也不用再看女儿们的颜色。 朋友们问她,这样一把年纪,还不辞辛苦折腾的原因。 她说,是受够了以前的日子。 原来丈夫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答应过她,老了之后两个人要卖掉房子环游世界。 所以就算一直受婆婆的气,因为吃得多,睡觉打呼噜,被丈夫言语挤兑,她也认老人员。 总觉得生活还有盼头,但得知丈夫根本没有想实现诺言的时候,她彻底失望。 和距离金雅奶奶故事所映射的相同,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。 明明是最亲近的人,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感受,直到弄丢对方,才后悔不已。 千语千询当中告诉我们,请记得那些对你好的人,因为他本来可以不这样。 我们都明白,没有人是天生好脾气的,也没有人可以一直毫无保留地爱一个人很久。 哪怕是最亲近的关系,之所以对你好,只是因为你真的很重要。 我之前曾经在网易云的一条热片当中看到,说在你没有十足地把握,成为对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的时候,请把你的小心子收一收。 人的关系就是这么脆弱,你闹闹脾气,这个人就不是你的了。 这个世界上,真心盼我们好的人本来就不多,对我们好的人就更少了。 因此,越是好的关系,越是爱的人,我们才越要好好珍惜。 只有彼此把对方放在心里,好好呵护,感情才会长久,爱的人才不会走散。 两千多年前,诗经就曾经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,要懂得彼此珍重。 头之以木桃,抱之以穷摇。 线如今,反而越来越多人,喜欢把爱字捧上神坛,吹噓它的伟大,实际上却是打着爱的幌子,自私地发泄自己的私欲,不顾及那些爱自己的人的感受。 我们应该清楚,没有谁对谁的好事平白无故的,不论亲情,友情还是爱情,都不该是一方不计后果地付出,一方毫无顾虑地接受。 无论是多好的感情,都需要我们用心经营。 友情应该有来有往,爱情应该主动表达,亲情应该珍惜对待。 没有什么来日方长,最该珍惜的,就是眼前的人和时光。 我们能得到一个彼此真心对待的人,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,可是我们搞丢一个人,却可以很快。 人都是将心比心的,别让你的敷衍和态度,弄丢那个对你好的人。 感谢观看